中国大陆西北市上最主要的人口目前就是汉族跟维吾尔族人 当然这里面已经延伸了很久的种族相容的问题 不过最近这场悲剧究竟是谁的错 谁是暴民 谁是镇压者 那就要看您相信哪一种媒体的说法了 是中国大陆的媒体呢 还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媒体 而这两种媒体的说法也将引导你究竟该相信谁 7月5号那天 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 是以维吾尔族人为首的一群暴力分子 受到了所谓境外势力的挑动 制造了所谓的打砸抢烧的街头冲突 在那一夜之间造成了156个人死亡 以及1080个人受伤的惨剧 中国方面因此指控是维吾尔族人所发起的暴力悲剧 这是中国大陆的官方说法 也是希望大家相信的说法 但另外一种中国大陆以外 特别是西方媒体报道说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怀疑也指控这是一场所谓的起义事件 上万族的维吾尔族人在当天晚上走上了街头 是要求维护族人的权益 但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武力镇压 才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重大死伤 维吾尔族人的整个事件到今天已经相隔了四天 在经过三天的宵禁之后 今天大致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 恢复了上班跟上课 我付出的代价是中共派出了超过三万名以上的武警跟军队 进入木鲁木齐市区 几乎进行了双方的隔离 才造成了一个目前局势稍稍控制住 但目前只能说双方还处在对峙的状态 究竟是官方煽动还是暴民闹事 如今你看到的是大陆的媒体努力想让外界相信 这是一场暴民的闹事 同时是主要是奋力主义者所闹的事情 而西方媒体到了现场采访之后 则急切地想寻找证据 这是不是一场官方的武力镇压 是不是长久以来 中共对当地族群人的剥夺权益 所造成的一场暴动跟反抗事件 究竟真相如何 当然看您要相信哪云的说法 不过接下来我们可以从今天所得到的 来自于中国媒体以及西方媒体的报道 您可以比较一下 双方为什么会用不同的角度 跟不同的一种所谓的原先的判断立场 来报道这个事件 而他们的报道事件似乎只能加深 外界对于中国的种种的怀疑 以及中国对于外界 所谓居心不良的种种的怀疑 这个事件不仅考验着 中国大陆对于社会的秩序的维持 也考验着中国的所谓的官方说法 究竟有多少的可信度 中国军队的大规模集结 声势惊人 好像新疆进入一级战备 官方全力封阻 起舞暴动流血事件重演的决心 不容忽视 以前两天有点担心 今天看这个社会的气氛 我觉得大家很满意 中国官方的报道 更是在暴动发生几小时后 就让媒体进入采访 同时开放医院急诊室 许多死伤者急救送医的画面 都已向全世界传送 同时定调为一场境外煽动 境内复合 有组织的明显分裂阳谋 不过对于从北京 赶往新疆采访的国际媒体 却是处处受到阻挠 甚至被威胁 没收护照采访证 指挥士兵守党镜头 不让记者随意采访摄影 连街头访问都被阻挡 被迫中断 连在乌鲁木齐 做生意的维吾尔人 都不敢轻易搭计程车外出 生怕人生安全不保 现在一定都害怕 巧的是 北京的民族文化工 正好有一个 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内蒙古 广西 宁夏 新疆自治区成就展 展场的文宣指出 新中国成立前后 新疆不管在基础建设 人民所得都大有进步 甚至个少数民族 都不再受到歧视和压迫 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那么通过我们这么一个展览 大家能够看到新疆政治经济生活 拉北县的生活一个状况 应该是非常美好的 非常和谐的 应该是每个人都非常向往的 明明是一个新疆 却又截然不同的现况报道 好像是两个世界 记者综合报道